近日,各家弟子在夜列途中,遭遇不明邪碎伤人事件,一时间掀门哗然,矛头皆指向怡陵老祖魏无羡。魏无羡在静视之中,翻看着蓝家弟子传上来的信息。 神色明众,蓝望鸡将他手中的纸张拿开,将人揽入怀中,魏无羡顺势搂住蓝望鸡的腰,将头埋在那人的怀里,闷闷地说,蓝战,让你兄长召开轻弹会吧,毁服一事,不能再拖了。 蓝望鸡不答,而是将灵力缓缓度入魏无羡体中,魏无羡舒服地哼记着,你看啊,现在在你的调理之下,鬼气与灵气可以相容了。 而且,崽子也好好的在肚子里呆着,只是毁个福,小事。 蓝望鸡紧握着魏无羡的手,沉声,小事。 嗨嗨,魏无羡甜甜略干的唇,蓝望鸡适时将温水递到魏无羡嘴边。 魏无羡仰仰头咕咚喝了一大口,蓝望鸡细心抹去魏无羡口边的水溃,魏无羡继续说道,恩啊,到时候可以让让各大家主。 嗯,金光扇还是算了吧,让你,还有你兄长,江城,聂明爵四人分别镇守东方阵位,南方离位,西方队位,北方坎位,四位分别对应苍龙像,朱雀像,白虎像,玄武像来设立屏障,以防邪气向外冲撞。 而我端坐极音阵中央,着手悔伏,蓝望鸡心中一紧,极音阵,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 魏无羡摆摆摆手哎呀呀,这是我自己创的吗?来来来,我画给你看啊。 魏无羡直接指尖点了杯中的水在桌子上画出阵法,一边向蓝望鸡解释, 你看,你和其他四位在这四个角色里结界,我与鹰虎伏立于极音阵阵中央,然后我利用我身上的鬼气照天帝之音。 哎哎哎,魏无羡还没说完,就被蓝望鸡拿开了手指。 蓝望鸡的脸黑得可以滴墨了,不渴。 魏无羡撇了别嘴,你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的。 蓝望鸡一字一顿道,不,渴。 为什么呀? 魏无羡气不过,你不知道,那些仙家都快骂到你们姑苏兰氏来了。 不过也没有魏无羡说得那么夸张,泯灭百年清玉仙门正派姑苏兰氏,他们自是不敢,只是寒沙射影的居多,无非是夷灵老祖手段云云如何如何,不仅迷惑了韩光君,还使得拦起人维护一把,这凶尸般的邪碎,除了那鬼道之组的夷灵老祖还能有谁? 定是依靠凶尸霸占着山头,占山为王,魏无羡想到那纸上的字迹,仙门与湘民之间的传言,不免失笑。 他都来了云深不知处,这么个中灵俊秀好山好水的地界了,去占那乱七八糟的山头干什么? 有美人吗?有兔子吗?他揪起蓝旺鸡的妈鹅,恶狠狠道,你不听我的,你家崽子该生气了。 不信,你摸摸。 魏无羡气鼓鼓地挺着肚子。 蓝旺鸡捧着脸,可还是依言将手掌放到魏无羡已经鼓起的腹部,筋单运转良好,胎儿也是安好。 魏无羡笑嘻嘻道,他乖不乖啊,蓝旺鸡松了一口气,又给魏无羡拢了拢衣服,乖。 魏无羡在蓝旺鸡脸上扒鸡,亲了一口既然崽子那么乖,你就答应我被蓝旺鸡沉了一下脸休息。 魏无羡一个腾空而起,哎哎哎,手脚扑腾着,就被蓝旺鸡抱到了榻上。 魏无羡故作娇羞,韩光君,这天还早着呢,还没到害时,就要宽衣解戴啊。 蓝旺鸡给魏无羡一好背脚此事,我会处理。 睡觉。 蓝旺鸡也脱衣上榻,想将魏无羡拢在怀里,魏无羡却给了蓝旺鸡一个后背。 魏无羡背对着蓝旺鸡,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,还是不死心地说道, 宰啊,你都没出生,你父亲他都开始嫌弃我了,他都不听我的话了呀,这以后,可就咱俩相依为命了呀,咱回莲花屋, 咱去找你姨娘去魏无羡一边挤眉弄眼捏着腔吊,一边呼天腔地。 蓝旺鸡无可奈何地道魏英魏无羡背着身子,不理会蓝旺鸡,戏眼地愈发上瘾,说着,就要抹泪。 蓝旺鸡最终无可奈何道,此事,明日我会去找叔父与兄长商议。 魏无羡立马精神抖擞带上我,不可。 蓝旺鸡话音刚落,魏无羡哀声又起娃诱,蓝旺鸡把魏无羡的脸掰过来好。 魏无羡立马止住了声,喜笑颜开巴基又是一口,蓝二哥哥,你最好了,蓝旺鸡沉吟片刻,将魏无羡揽至胸口,指示,急阴阵不可用。 魏无羡挑眉,为何,这是我几日以来,想出的最好办法了,蓝旺鸡一板一眼,神色中皆是坚持,阴气太重,魏无羡塞帮鼓鼓,嘿,我说你这人,阴虎符当然阴气重了。 不然要急阴阵做什么,蓝旺鸡眉眼间皆是严肃你此时,腹中怀有胎儿,写金丹尚且脆弱,自事不妥。 魏无羡嘟嘟囔囔道,前几日其他方案都让你否决了。 哼,现在又又又又被你否决了,蓝旋。 你说,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,蓝旺鸡眸色认真,我要保你无余,魏无羡顿时一夜,得。 他是说服不了他的蓝二哥哥了,撒泼打滚拳都不管用。 反正在有关他的原则上,蓝旺鸡通通不会让步,魏无羡真是又碍又闹,真是的。 哪里来的邪碎导什么乱?魏无羡道,那名不见经传的凶尸邪碎怎么办? 蓝旺鸡道,明日在矣,现在时辰不早了。 蓝旺鸡挥灭了灯烛,睡吧。 魏无羡不情不愿地嗷了一声,又朝蓝旺鸡怀里拱了拱。 魏无羡毕竟怀有身孕,在蓝旺鸡的轻浮下,不一会儿就睡熟了。 清浅的呼吸打在蓝旺鸡的脖梗,蓝旺鸡双手轻轻护着他。 蓝旺鸡没有说的是,此凶尸邪虫皆是以生人而作的魁礼,魁偶出没,倒像是有意安插。 故意引起先门注意,蓝旺鸡眼睫轻乖,借着月光投下一片暗影。 对魏无羡的谣言攻击,他怎会不知? 若不是魏无羡结了门声要递给他的折子,他怎会让他知晓山外发生的这一切? 他的未受的苦太多了,他只想把他藏起来,护他一世长安,只是到底是谁在后面推波助蓝? 意图作响其成,蓝旺鸡视金灵台。 哗啦,金光扇气地从高座上站起来怒摔茶盖,静渐地碎片溅在金光瑶的脸上,滑出一道伤痕。 金光扇怒气冲冲,金光瑶,你怎么办事的?现在是打草惊蛇的时机吗? 魁偶都跑出去了。 你知道吗?金光瑶站在台下弯腰拱手到我已经派人前去捉拿,而且已经散布传言,此乃怡灵老祖未应所为,请父亲稍安勿躁,此事我一定会妥善处理。 金光扇历生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的家伙,金光瑶低垂下的目光平静,甚至有些默然,父亲息怒。 金光扇忍不住怒气息怒,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?还不快滚,去鹿山上盯着去,若是再出现什么问题你,也就不用在金灵台上再待下去了。 全光平出正了处上的响子,热热心心得了生足,刘金光瑶端正了头上的帽子,公太静静行了告退礼。 鹿山,薛阳手臂搭在金光瑶的肩上,露出一颗小虎牙,幸灾乐祸道,哟,都流血了。 那老头又打你了,怎么样,我送他的这份大礼,他还喜欢吧? 哈哈哈哈。 金光瑶无可奈何,略带责备地横了薛阳一眼道,承美,薛阳一脸嫌弃,别叫我这个字,难听死了,金光瑶言辞诚恳,你且安生几日吧。